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冲动促使我们走进浩大的自然 走进其中的人和生活 面对巨大的美 我们观看 体验 互动并感受 同时 我们也为每个时刻不期而遇的成名和快乐而感动 这也正是J的九九开启挪威峡湾之旅的初衷 我发觉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因为大脑而看见 而不是单单只有眼睛 所以这种体验是别的地理环境很难去感受 长阳在挪威峡湾之中 J的九五九超级游艇 如同舒适温暖的家 六间客舱可以容纳十二位乘客 内饰以米白为主色调 设计简约又考究 布局合理的思想及公共空间中 娱乐休闲设施 一应俱全 九位船员为登陵的游客带来安全和贴心 部隊在海大号的航空之列 上台两屋鼓的码墙 我来自从2014首来的航空的航空 我们开始航空上航空 这个航空航是一个航空航空航空的航空 航空航空航空,加空航空 后达了海了 这只是原因为我们来去Norway 空航空 你有附送的船艇,能幫助到船艇的船船 你有一些工程,能幫助到船艇 能幫助到夜晚 但你有一些工程的工程,你也有一個廣告 你也有一個廚房 這個廚房可以做任何你願意 是可以的 这艘近52米长的超级游艇 总共五层 设有室外景观餐厅 游艇上也在有水上游乐设施 随时满足听到自然呼唤的探险心灵 J959超级游艇 尽可能地将宾客所有的需求 都考虑在内 十一住行娱乐 希望他们回忆这趟的旅行 会觉得在J959上度过的时光 是很舒适快乐人心的 会觉得它带着人们前往 一站又一站的劣习 我们希望参与这趟旅程的所有成员 在与这自然的泄构中体悟真实 在动静结合之间 发现不一样的世界与自己 同时真正地走进挪威的生活方式 感受到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生活 我们真是带着这些期待 启航 挪威全境 共有一千多个峡湾 几乎布满本就支离曲折的海岸线 而如今表示 峡湾的Field一词 最早就源于挪威 这些令人惊叹的峡湾 诞生于冰河时期 这是自然和时间 共同造就的奇迹 也是陆地 冰川与海洋之间漫长 又永远不会分出胜负的博弈 250多万年前 大规模的冰川 在陆地上石刻出U形峡谷 而企图吞噬陆地的海洋 也一点点侵蚀内陆 灌入深谷 2005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挪威西部的峡湾 列入世界遗产名路 GID-959驶入的是松恩峡湾 它位于挪威西部 是挪威最长最深的峡湾 全长200公里 汇聚所有未经雕饰的峡湾围景 被称为峡湾之王 两岸山崖陡峭 最高处峰顶超过海拔 1700米 看似波澜不惊的水面下 最深处却超过1300米 松恩峡湾分支众多 纵横交错 似乎置身世外桃源 我们被八九百公尺的 鬼斧神宫的高山环绕着 那它临界跟它连接在一起的 却是非常非常平静的海洋 呈现了一个 有如在天堂般的一个画面 是非常临近的大自然的声音 没有任何的机械的吵杂 800公尺的高山 我们已经看到了满布的白雪 在白雪融化的时候 产生了这些瀑布 所以我们穿越这些高山峻岭的时候 迎面而来的是数以百计的瀑布 产生了一个非常壮丽的景观 如果我住在那里 那是我每天都会去浴宿 在那里有很多人 但是没有太多人 这就是神奇 有些人 你不是完全单独的在 nature 但是仍然没有充满 像一些游戏 那是只有第一个 我现在看起来更多 外游戏的活动 因为它是美丽的 我们在那里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旅行非常享受 现在的事情都非常完美 那在导游的指导之下 我们也非常非常接近的冰河 还能够触摸到冰河 甚至我们自己带了好酒 把冰河的冰块 放到了一杯子里面 喝着一杯 有冰河的冰块的好酒 那这种体验呢 都是很特别的 可以那么的亲近的大自然 而且对这个大自然 冰河跟郡 有着非常敬畏的精神 三大三小皆有灵性 所以我们在冰河下面 仰望着它的时候 是以非常尊敬的态度 来看待它 比湖泊粗粒 又比海洋柔和 辖湾直切入群山 互步奔腾而下 冰川终年不孝 自然中藏着挪威人 代代延续的灵魂 历经对抗的宁静中 倒映着声势浩大的美 和动人心魄的古老时光 时间的脚步 穿过当代风貌的小镇 就会来到保存 古老遗风的维京村 历史上的维京人 既是骁勇战士 也是传奇诗人 这种狂野又浪漫的气质 以及与自然共处的 朴素哲学 代代相传 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现象 在我们的现象 很重要的 与自然之间 与自然之间 事件都变得更容易 在现象 因为所有的 技巧和技术 但那是 我们的解释 我们的解释 我们的现象 我们的现象 之间 可能我们 这些设计 比较少 那种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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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我们处理这件事 所以我们有更好的解释 我们的活动会影响我们的东西 在我们的地图和環境 这里在Norway,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让我们尝试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的美丽在我们身上是所有的 它们是尝试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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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孩子 我们也要保护这些年代的孩子 我们现在要保护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父母们的苦力 他们必须要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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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 今天我们必须要再学习 这些人物 我们必须要有关的 我们必须要有关的 在Norway,这一切是一个 很棒的地方 这一步的地方 维京文化也与后来传入的宗教互相结合 在挪威留下了独特的建筑形式 木条教堂 考潘格尔木条教堂 历史可追溯到十二世纪中期 是挪威至今保存上好的二十八座木条教堂之一 建筑的装饰用色 也反映出文化之间奇妙的融合 峡湾两侧 田园诗一般的小村镇兴罗其部 人与自然共荣共存的智慧 穿过旧日时光依然鲜活 在松恩峡湾支流 爱于兰峡湾的深处 藏着一座名为福洛姆的小村庄 著名的福洛姆高山铁路从这里起始 这段铁路始建于1923年 历史近二十年完成 火车站旁的博物馆中 简单叙述了这一段历史 人与自然互相妥协 从而缔造出了挪威最伟大的工程奇迹 这一段高山铁路 全长二十公里 百分之八十路段建在山坡上 也被誉为世界上最美 最陡峭的铁路之一 在火车上 窗外的山谷 瀑布 悬崖 雪山等自然景观 构成连续不断的风景化 2014年 福洛姆铁路也被孤独星球杂志 评为全球最不可思议的火车路线 这些挪威峡湾 数百万年前就已经形成了 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 当我们被这个原始的自然包围在内 或者是离这些自然景观越来越近 徒步行走在这些 比我们古老多的岩石上 或者是离瀑布越来越近 好像全世界只有大自然的声音的时候 其实人类文明赋予他们的荣耀也好 标签也罢 都显得微不足道 泄构自然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反省我们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位置 挪威位于高纬度地区 白天长达20小时 JIT 959超级游艇 每天晚上航行到新的地方 而当宾客们每天早上起床 都会发现 自己身处不一样的峡湾和环境 一件事很重要的 在这一条海中 是52米的岩石 我们有能力去到很短的岩石 比较大船的大船 在300米的岩石 我们有更多资格的地方 这就是观众的美丽 JIT 959上载有五台水上摩托 于是 峡湾并不是只可远观的存在 或者环绕周围的背景 在一次次的亲密接触中 宾客们挑战着自己的身心 也因此看到了不一样的神奇世界 不管是惊险刺激 亦或是平和缓慢 不甘平庸的冒险之心 终于挣脱躯壳与自然共鸣 而峡湾也带着平静包容的面向 提供着动与静的一切可能 每个人在天性中 都有动的一面和静的一面 完全安静的人 和完全好动的人 都是不存在的 这一点和自然很像 所以某种意义上 我们与自然 比我们曾经想象的还要投气 又或许 自然的律动与我们的脉搏 在相互呼吁 总之 在自然的怀抱中 彻底地释放自己的动静 结合的天性 甚至发现自己 都是没有意识到的另外一个自己 这样的体验 能带给我们新鲜的思考呀 这样的舒展 我们在冬天中的冬天 我们的意识到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 洋中的自由 跟我们的邻子 就是物理 以全历史的历史 当我的客户离开这区域 他们会讨论自己 在自然之间 我的工作是提供一个平台 他们可以享受这个经历 跟家庭 跟朋友们 然后尴尬的味道 花椒 小巧克力 吃鱼 在鱼鱼鱼鱼鱼鱼 你会有这家庭的家庭 在夜晚 这是我给我的客户 客户来到Baldsran 他们会有记忆的地方 他们会告诉他们的朋友 他们都要回到这里 我们的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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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而置身其中能深入感受当地独特的传统和风貌 我们还有在安排之下 也到了每一个港口的最特别的餐厅 就是在这个港口里面最具历史的餐厅 都有他们的餐厅的创办人 就在码头旁边迎接我们 一路带领着我们到他的餐厅 这一路上述说着每一个房子 每一条路 每一个到过这里的人所留下来的历史 让我们对每一个港口都得到很丰富的体验知识 然后最后能够到他的餐厅 品尝他们厨师准备的佳肴 所以这一些等等的安排 让我们这一趟的旅客 都有非常近距离的去体验挪威 去了解挪威 甚至跟挪威的生活方式做最紧密的互动 霞湾附近的山谷中 坐落着不少远离喧嚣的大型农场 广袤自然让人真正舒展开身心 沉醉在自由的平静中 吹钓可以视作人对于自然律法的解读 水面上跃动着细碎的光芒 鱼线带着节律向被之抖开 获得自然的认可和馈赠 则是每个钓鱼者值得骄傲的时刻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了数百个彩虹 因为云的移动 所以这一些鬼斧神功的距离 也产生了不同的面貌 我们都一一用空拍机 还有用摄影机捕捉了这些 大自然鬼斧神功的壮举 山谷中的土地肥沃风扰 刚捕获的鲑鱼 当地山中的野味 新鲜的蔬果 都是特色美食中不可或缺的原料 简单烹调就能还原出本质的味道 彻底放松的环境中 变得敏锐的感官 也让人更感性地 感受美好生活的本来含义 现场烹饪 也将人作为一环 放进原初的食物链 人和自然也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品尝当地美食的时候 或者是亲自捕捉 即将入口材料的时候 你也是在品尝当地人的生活 同时这方水土也在接纳你 在看到另一片天地的时候 在体会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 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不同文化对于美好生活 与快乐的同样一种追求 然后也许从中能够对生活的状态 和人生的目标产生新的启迪 那么即使结束了这趟旅行 生活里接下来的旅程 也应该要坚定地 愉快地 充满好奇心地 并带着对一切美好的憧憬 除了当地美食 JIT959上的餐饮 同样充满惊喜 值得提的是 我觉得这位主厨 是一位法国先生 他煮的每一道菜 道道精彩 这比我体验过的 米其林的餐厅 还精彩 还好吃 自然 生活与文化 也在峡湾两侧充分融合 在非耶兰 徒步走过巨大的冰川 利用本土地质结构 和景观建筑的冰川博物馆 更让人感受到古朴自然 与当代设计的结合 而建于1891年的 姆达酒店 保留着19世纪的雅致 还有关于美好生活的 一切想象 巴勒斯特兰 是峡湾中的另一个小镇 这里 静谧的景致 如静的峡湾 还有天空中变幻的光线 在19世纪 就吸引了不少风景画家 前来写生 是挪威著名的画家村 巴勒斯特兰历史酒店 建造于19世纪 20世纪初 包括德皇威廉二世在内的 众多名流贵族 纷纷前来避暑 尽管内部几经翻新扩建 外观依然静默在美好年代的 考究和典雅中 而同样建筑于19世纪的 Olaf教堂 结合了当地材料和民族意识 觉醒时代中标志性的 Drake Steel龙形建筑风格 甚至在21世纪 也为迪士尼电影《冰雪奇缘》 提供了建筑灵感来源 时间在巴勒斯特兰不断向前 却也保留下最美好的原貌 家族传承的苹果酒酿酒厂 如今是一家当地知名的餐厅 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100年 如果您在这边看过去 你可以看到家族地历史 我当孙的孙的 我当孙的孙的 我当孙的孙的孙的 我帮助我田中的孙的 我认识到孙的孙的孙的 我认识到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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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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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从早孙的孙的孙 我当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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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年 在这里我们尝试地的故事和草莓的故事 和草莓的故事 在这个屋上的故事 因为草莓的故事在这个地方 是很古代的 它连续到1100年代 他们已经有蜡蜜的故事 在这个地方 在一个很古代的故事 里面有名的阿尔迪斯哈吉 这是中文的名字 这一年的九五九 挪威峡湾之旅的最后一站 是被誉为羽城的贝尔根 老港口布驴根 在14到16世纪是重要港口 普世无华的独特建筑物 见证了汉萨同盟的繁荣时代 贝尔根也是挪威第二大城市 也曾在2000年被评选为九个欧洲文化城市之一 始建于1070年 让这座城市 让这座城市兴盛起来的渔业 至今依然是城市的名片之一 以海湾而建的渔市 从每天早上五点开始营业 据说市政府还规定 渔市租户必须保证每年有280到300天再次营业 一年中几乎每天都热闹非凡 逛渔市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美食和生活依然用最简单的方式紧密相连 这趟旅程当中 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真实的挪威 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维京人探险后的收获 以及中华文明中的天地人和 无论是自然的探险 还是遨游天地 动静相移 甚至走进当地体验美好的生活 品尝美食 都是各种与真实的对话 并从真实中讨教大美的智慧 这一切也是J.D.959挪威峡湾之旅期望去呈现 在舒展又扩大的自然景观和生活状态中 体悟这一北欧国家所能带来的独一无二的激动 这些精神性的时刻 这些精神性的时刻极为短暂 却也最大程度地抵达了真实 毕竟大美贵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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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